當今世上,最貴的名畫,究竟是出自哪位手筆呢? A是畢家索,B是康宁,一個荷蘭藝術家 C是達文西,D是Mark Rothko 我選達文西,達文西 大家都答對了,這個問題太容易 他最近有一幅畫,是超級錶的 古代的外面門口,不是一對獅子 其一的用途就是辟邪,第二就是彰顯權貴 第三就是能預預預洪災 當然,他們兩隻東西分別有不同 其中左邊那隻是踩著壽球 代表腳踏橫雨 右手邊那隻是踩著什麼呢? 差點說了答案 我差點說了出來 是踩著什麼呢? 右手邊那隻是踩著什麼呢? A是鯉魚 B是幼獅子 C是竹谷 D是橫梁呢? 踩著橫梁? 總之放在家門口那隻獅子 有兩隻的,左右 橫梁,一條橫梁 魚 會不會是魚得水 踩出竹谷 即是古代的皮球 但左邊已經踩著壽球 右邊又踩著圓形的東西 很奇怪,兩邊都踩著圓形的東西 好像玩雜耍一樣 不行 不行 一定有兩種不同 所以我不選擇足球 B是什麼? 右獅子 右獅子 即是獅子踩著右獅子 對 鯉魚有些屋是有的 但在屋頂的 我記得 不記得有什麼功能 踩著橫梁好像不利是 不知道為什麼踩橫梁呢? 橫梁的形狀是怎樣? 一條長木還是什麼? 即是長長的方形那隻 橫梁你有沒有見過? 有 但如果橫梁這麼長 那隻獅子這樣在 怎樣代表橫梁還是一條木呢? 你解釋不了 不是解釋不了 你不用做一條那麼長 意思是 你現在在想 是不是要做一條很長的才代表 如果它不是一條很長的木 它就是一條木 就不是橫梁 對 你又問錯問題了 如果這個是答案的話 又一分了 你買一條香腸回去吃不完 你也切半條吧 那位不夠位 你說放半條橫梁而已 它也是香腸 橫梁切半條也是橫梁 其他那些我們探討一下其他的可能性 它踩著一隻幼絲是甚麼意思 但它踩著壽球是甚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踩著壽球就是 踩著橫梁嗎 對,即是代表腳踏橫梁 對 不懂 會不會是… 不懂才問你 你懂得問你做甚麼 就是保佑自己的子孫 所以踩著幼絲 為何那時屋頂有鯉魚 我記得好像又記得 是震災 即是火災和水災 是,震災 它在斜屋頂頂這裡有一條鯉魚 是… 你有沒有錯? Operator聚精會神正在聽 我鯉魚 我也是上眼鯉魚,最合理 鯉魚 我選擇幼絲 一個幼絲,兩條鯉魚 是 你知道答案嗎? 還是你猜一下? 我好像記得是這樣 是嗎? 其實跟剛才的Dickson所說的答案差不多 真的嗎? 真的嗎? 腳踏幼絲 當然,為何獅子經常被人擺出來做神獸呢? 其實本身獅子 只不過是在非洲東部和南部 之後才是其他地區 因為他跟我們神話裡面 有一種東西叫孫兒的神獸 好像… 孫兒? 所以就拿來做神獸保護 那我挑戰你的橫樑 挑戰對不對 我覺得不對 那你只有一片的餘地位 是不是有地位? 不是 繼續啦,快點啦 聽著 現在的分數是什麼環境? 沒有啦 是不是你正在輸 就是 全身 我講到是零 沒有啦 你很想餘得成分半結朱半分 我就要拿回那個半分 那你不要太興奮了 你6點鐘睡不著 你不要太興奮了 你不要太興奮了 有情況很適合你 你都睡不著了 聽著 最新的 因為這個報道經常都有人做 這個最新的報道 是 就是講酒店房間最髒的東西 排名 是 不是問這個嗎? 直接回答我 這個最新的報道 他的第一位就是熱水壺 是 哎呀 他以為我問第一位 好生氣 他第一位就是熱水壺 而第三位是什麼呢? 好毒 地毯 電視遙控 電話 杯 最髒最多裙 地毯 我應該有十位數出來 地毯 電視遙控 電話 杯 刀姐 請聽小弟小意見 好啊 通常如果他髒的話 一定他經常動 是嗎? 是 電視遙控 在裡面 剛才數過幾樣 算是多 算是多 你一回去一定有電視 有些聲音 有電視 電話現在有用嗎? 是呀 很少說服務服務 打下去有嚴責 很少用 打個長途電話 沒有人做 但地毯通常是那些 都不知道多久沒有抹過 有情 就髒 但因為他第三位 麻煩 撇除了一些 事常用的 事常用的 我覺得遙控是其中一個 是可以選擇的 遙控 但地毯是不是整間房間的地毯 沒錯 你家那張嗎? 不是 不是 酒店調查 余德成那張 我想他檢查的時候 一定會檢查大門 你進門口那個位 沒有理由 那邊一邊都沒有人走 那哪有位 又當是邋遢 還有什麼? 又是什麼? 地毯 杯 杯一定是 但現在麻煩是第三 你明白嗎? 可能那間廣告是第二 對 所以就是第二使用率 杯是否用呢? 其實現在去旅行 我真的要點裝水 除非你在這裡長住兩三個禮拜 你才會開咖啡機 那些 那所以呢 現在已經是4點20分 快點啦 還有兩個還未問 第三 我選擇 電話 我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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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 電視遙控電話 唯一沒有人選杯 全部零分 聽我數 第一位 熱水壺 第二位 地毯 第三位 杯 第四位 浴缸 第五位床上用品 第六位毛巾 第七位是電話 剛才說的 沒太多人碰電話 很高 第八位床頭燈開關鍵 第九位是電視遙控 第十位是大門的門柄 快點問 到你了 不讓我先問 這條就是 當今世上 最貴的名畫 究竟是出自哪位手筆的呢 A是 畢加索 B是 康寧 一個荷蘭藝藝術家 C是達文西 D是 Mark Rothko Mark Rothko 你知道嗎 Rothko就是那個 抽象畫 一塊顏色 一個咖啡色 對 Doo姐靠你 我覺得是達文西 你覺得 我覺得是達文西 好像是Mark Rothko 說過 不要緊就選你了 小心使得萬年算 A是畢加索 B是 達文西又有點似 Doo姐先選 我選達文西 達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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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答對 這個問題太容易 太容易了 他最近有一幅畫 我們有Doo姐 最近有Doo姐 是超級標的 我有一分 來囉 這幅畫有沒有說 你要再解釋 有沒有說哪一幅畫 你可以說沒有的 有的 我想給你看看 耶穌基督那一幅畫 對 很漂亮 這幅 對 這幅是 對 你以後出得多這些問題 對 我也想回答 好了 High Tea 三點多鐘去喝一個High Tea 一棟很漂亮的 又有些Scones 甜鹹也有 是誰發明這件事 是一個皇后 B 是一個伯爵夫人 C 是皇宮裡頭的工人 D 是當時 即是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的時候 那些男嶺 嶺厚 余德成跟杰豬一樣分 你說發明 我不記得 但我只記得有Low Tea 這個問題 我問過 李文 但是發明那個人 我不記得 對 例如你說發明牛頓 我就知道牛頓 但是 其實 發明牛頓 是牛頓的爸媽 對不起 說快了 發明 這些 即是地心級 有一個人發明牛頓 發明 發明 那是發明 是發明 但是你說 皇后 工人 不是工人 好像 沒有理由 如果是直接主工 就是想不到 工人 或者是男嶺 我覺得 你們兩個回答 黃色工人 好像是男嶺 男嶺 然後才帶進去 他們變成High Tea 好像是 你好像有這樣說過 我選了男嶺 男嶺 如果我齊得男嶺 我剛才還有半分 都知道是半分 給不給 給不給 隨便吧 男嶺 給 是不是真的給 給吧 一樣分要差 男嶺 三個都男嶺 初 工人 王宮女頭的工人 傑珠 大家三個分半 王宮女頭工人 工人 初 我們三個差 是一個白雀夫人 她叫Duchess of Bedford 以前是八點鐘才吃晚飯 她因為請了很多太太 來家裡聊天 聊到不常下 三點多鐘肚餓 不如煮杯茶 煮些三文治仔 煮些薯片吃一下 這樣攪拌一下 傳出去 就變成三點多鐘吃High Tea 最壞這個壞妹 搞到我現在沒有分 不猜了 我買 重力承擔 你想不想知道那幅畫是多少錢 多少錢 那幅畫是400億美金 即是400億 4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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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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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億美金 這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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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沙特阿拉伯人士買了 之後就放在遊艇上 在遊艇上放在遊艇上 自己欣賞 厲害 謝謝你 謝謝 下星期 我買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日日放鬆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在店裡 lasers 夜а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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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